天气讯息 赶快来关心最新的低温特报 清晨仍然受到了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再加上辐射冷却作用之下 看到了台湾各地几乎都已经亮起了 橙色黄色灯号 尤其是北台湾特别的寒冷 代表都有低于10度以下发生的几率 那么到目前为止 本岛最低温出现在了苗栗县三湾 只有7.4度 新竹的峨眉也只有7.4度 那么外岛的马祖更只有6.9度 各地清晨都还是很冷 但是到了白天随着阳光出来 温度会稍微的回升一些 北部东北部到了白天高温 17到18度左右 虽然感受还是比较阴冷的 但是温度比起昨天有略微的回升 中南部则是22到24度之间 晴到多云天气非常的稳定 不过对比早晚低温 中南部的日夜温差还会再扩大一些 适时的增减衣物 小心不要着凉了 那么电量降水 进一步也看到了水汽量比起昨天又更小了 各地大多都是行道多云可见阳光的 只有在东半部地区 还有在大台北的山区 云量可能还是偏多 带有一些零星飘雨的机会 那么未来几天来说 今天稍稍地感受回温 实际上更明显的回温会在明天星期五 高压东一出海之后环境就转偏东风 冷空气减弱 北部宜兰高温进一步回升到20到22度 中南部花莲台东则是23到27度左右 那么天气方面各地都是多云道勤的好天气 只有在东半部北海岸 迎风面的山区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雨 那么比较稳定舒适的天气形态 大约就维持三天星期五六日 值得注意的是 到了礼拜天的晚上 会再有一波东北季风将要增强 那么一直持续到下周三 北台湾都偏凉 温度大概在15到19度之间 那么北东也带有一些局部短暂雨 其他的地方是多云道勤早晚天凉 好小丁宁 这个时候各地的空旷地区 还有在周边的海域 强风大浪的情况都还是比较明显的 提醒如果要前往海边活动 一定要特别留意安全 接下来就带您关心 更加更详尽的温度预测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